财政部明明底下有这么多个 这个公务事业嘛 那现在要公布这样的一个董事的时候 只公布了101的 而且101改起来是很久以后的事 我后来就去查了一下 你看同一时间这两天又有什么事情 这两天 大家请看 台九的新任董事长也是这个时候在宣布 那这个人也很年轻 外传他的家族辈是赖清德的金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说 或许贾永杰这个部分 跟他同一时间公布的可能是有蹊跷 反正101的董事长 过去民进党也是把他拿来做酬庸使用 那说到说 与其选其他的乱七八糟奇怪的生物 那如果是贾永杰的话 至少我们开心一点 大家也不要说 就觉得说奇怪 为什么贾永杰在这个时候来 那我们要往好处想 你找贾永杰然后拍101的 就再拍一个台湾版的类之女王 把101变成所谓的这个现代百货 有没有 对不对 然后101就变成这个台湾的现代百货 然后再来宣传台湾的观光 或许也是好事一件嘛 与其换一些奇迹怪怪的 或者是那种快要退休了 或者是已经过期的政治人物 退休的政治人物 或者赖神的这些 赖神的这些前辈们 那不换个贾永杰 大家至少看得舒服一点 至少我相信贾永杰做101的董事长 比较不会有所谓那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 昨天呢 大家本来都还在传风声很多 然后说 难道真的贾永杰就去接了 这个101的董作吗 那大家还在传的时候呢 就发现到 他已经把他的照片贴出来了 就是这个背景就是101 然后他也在脸书上面写说 这个人生下半场 预备备 他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觉得 哇该不会真的吧 后来财政部就真的出来证实了 那当然呢 这个财政部也有做一些说法 就是说他认为 在贾永杰跟这个101这边的这个形象呢 不管是他过往在时尚圈 或是可能在这个商界啊 等等的其他的形象都非常的好 那甚至因为之前 这个也当过过抗疫女神嘛 所以大家其实对他的 防疫女神 对防疫女神 抗疫女神 然后呢 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 哇他的这个整个形象 公益的形象 然后都非常非常的正面 所以这一次的确 这个马上就当上了101的董作 他这是第六人 那他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是明星 来当这个101董作的 所以现在的确 这个大家还蛮期待说 他会不会带来一些 不一样的活水进来 那现在呢 其实有一些白货业者也觉得说 的确以他来 这个给101去注入一些活水啊 然后带来一些不同的形象 甚至可能有一些 比较创新的做法来引进的话 其实现在大家都还蛮期待的 好那这个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后来大家就去 这个挖掘了一下 发现哇他学历也不得了 是英国 英国这边的学历毕业的 所以大家觉得哇 这个不得了的感觉 不只是经历漂亮 这个学历呢也很漂亮 好那我们就来问一下 这个宏廷哥 你自己怎么看 这一次在赖政府这边 他们所谓的一个这个用人 你自己怎么看这样的安排 我觉得坦白一点有点突兀啦 有点突兀啊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101的董事长他在 他在要担任101董事长之前 他必须是财政部的 101的公股代表 就是财政部的公股代表 然后才办所谓的这个董事会 然后才办 那为什么是现在公布 也就是说 我觉得这公布的时间 其实蛮稀巧 也就是说董事会到现在还没开啊 董事会是下个月的事嘛 那是我们这么提前呢 那现在那么急着 把这件事情揭露出去 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有大嘴巴讲出去 有大嘴巴讲出去 然后另外一种是 有大事我要把它盖起来 比如说最近有什么事情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林怡景被搜索的事件 那绿营现在也有很多的 比较争议的事件 对 那但是你说在这个事情里面 因为所谓的林怡景的事件 然后就 就把这件事情 拿来做遮掩 我倒觉得也未必啦 然后呢 那我后来就去查了一下 你看同一时间 这两天又有什么事情 这两天 大家请看 来 嘿 嘿 看一下 啊 止掉了 止掉了 但是看这个啦 看这个 就是台九的新任董事长 对不对 台九的新任董事长 也是这个时候在宣布 那这个人也很年轻 跟我大概同年 也是青年级生 然后接任台九的董事长 但是他比较没有 名不见经专一点 那外传 外传 我怕是外传 外传那他的家族辈是赖清德的金主 所以他就 中在党多 对 所以就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说 或许贾永杰这个部分 跟他同一时间公布的 可能是有蹊跷 也就是说其实财政部 财政部明明底下 有这么多个这个公主事业嘛 那现在要公布这样的一个董事的时候 只公布了101的 而且101改起来是很久以后的事 但是现在先公布什么 同一时间 因为他是上任 所以他就表示董事长已经开了 已经进成事实了 来 我们还是看一下 因为导播不能 对 导播不能take 对不起了 我们请那个摄影师帮我们稍微 来 43岁 对 汤姓董事长 好 感谢沈宁大哥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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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岁 台九 是年轻呢 对 这个是昨天的事情 不是啊 不讲的话谁知道呢 大家全部都在看家隆节啊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不好意思 不是对他不敬嘛 所以我就觉得说 因为家隆节名气比较高啦 对 所以我就说好了 那基本上是这样 我觉得家隆节有这方面的专业 然后他过去在社会上 有他一定程度的地位啦 那我刚才在开玩笑就是说 反正101的董事长 过去民意党也是把他拿来做仇用使用啦 那说老说 与其选其他的乱七八糟 奇怪的生物 那如果是贾勇杰的话 至少我们开心一点 大家看得开心 对啊 而且搞不好还可以跟 比如说你看像我这场讲 现在华士跟公事都在拍一些很奇怪的剧啊 那不然这样啊 你找贾勇杰然后拍101的 就再拍一个台湾版的类资女王 把101变成所谓的这个现代百货有没有 对不对 然后101就变成这个台湾的现代百货 然后再来宣传台湾的观光 或许也是好事一件嘛 就总比你去拍一些 总比你去拍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好啊 所以我觉得观众朋友也就说 大家也不要 大家也不要说 就觉得说奇怪为什么家长姐也在这个时候来 那我们要往好处想 对 与其换一些奇奇怪怪的 或者是那种快要退休了 或者是已经过期的政治人物 退休的政治人物 或者赖神的赖神的这些前辈们 那不换个家长姐 大家至少看得舒服一点 对啊 而且因为大家真的觉得她形象好 昨天其实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 其实网友基本上这个 看起来社群上面的反应都是很正面 相对都是正面的 对相对正面 对相对正面 只有少数啊 当然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哎为什么是她 当然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但也不得不说 因为之前其实在选举的时候 总统选举的时候 本来不是一度也传出有风筝说 家长姐会不会变成是 不那应该是开玩笑的吧 那个时候有风声 但大家想说认真吗 看起来 应该是开玩笑 开玩笑 对啊 但因为的确啦 因为蒋永杰 而且我觉得她也没有很 她也没有很绿啊 我觉得 没有她给人的感觉 政治倾向没有那么 对啊 而且你想想看 为什么疫情的时候 她要出来募这些东西 就对民党做得不好啊 民党是做得好 还需要她募这些东西吗 搞不好她有帮民进 没有她那个时候 因为她也是小朋友的家长 她是小朋友的家长 所以她很清楚那个时候 整个医院有多么紧张 所以你说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她看到这些东西 然后她觉得她可以帮上一些忙 我觉得至少出发点是好的 所以跟相对的就是说 我们再看就是说 我与其公股事业交给一些杂七杂八 然后每天不知道在干嘛的这种 对不对 或者一些牛鬼蛇神 或者像林茧景的特著这样子 接了一百多个标案 那还不如就说好 至少我相信贾永杰做101的董事长 比较不会有所谓那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 而且因为她毕竟之前 这个涉足政治的事件也不太多 所以她其实基本上都是在做公益啊 然后过去在商界啊等等的 所以的确我们也希望 有没有机会让101可以带来一番新的气象 因为其实101的确是这个国外观光客 非常喜欢去的一个旅游景点 那如果有机会让她在整个内部的一个商场的设置啊 或是有些活动的举办啊等等的 有没有一些更创新创意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的确也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期待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的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她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planning Well 我们 Vehicles 去 zou겊 让肌 properties 这样 来 搜至 Gig と 呼acked 好 大 kalian понимаю wszystkie